2019年7月2日星期二 QHHT催眠案例 星号催眠者 Q 星号受催眠个案 A 星号受催眠个案潜意识 SC 前世催眠 22人类基因改造实验 Q 因导致一个重要的日子 你看到什么 A 我的前方有一个长方形池子 池子周围起有一圈蓝色石砖 里面有莲花 旁边是一个白色建筑物 有点像梯形的形状 白色石头 梯形建筑物 我站在池子旁边 看得到池子和池子右边的建筑物 这里是一处知识中心 我现在带着比较简单样式的眼镜舌头罐 穿的长袍也是比较松简单的样式 Q 然后呢 A 我走上右边的白色石阶 我要走到那个建筑物里面 石阶上去之后 有一个很高耸 T形又有点像长方形的入口 石头的 在建筑物的中间 前面有一些圆柱 进去之后 里面比较凉爽 外面有太阳比较热 听到喷水池水流动的声音 这里面就是凉爽 舒适 很舒服的空间 里面穿插一些中庭 阳光会照进来 我走在回廊上 旁边有喷水池的中庭 有时候会看到几个人经过 我们会点头打招呼 我继续往里面走 旁边有时候会看到雕像或黄金装饰 或者是大理石花瓶 黄金装饰品 我继续走 这里主要是白色石头建造的空间 有一些装饰 建筑物是梯形 分成很多空间 中间有回廊 主子与中庭花园串联在一起 很大的一个空间 Q 接下来呢 A 然后 我走到建筑物中间的位置 这里比较亮 也是白色主子的回廊 应该是这里的中庭花园比较大 阳光照进来比较多 我站在回廊上 好像 要进入这里的室内空间 这个室内空间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 长形的中庭花园 阳光会照进来 很亮 我走进室内 这里比较暗 里面有一些雕刻与绘画 整个墙壁都是 屋顶也是 地板有大理石拼贴 各种颜色的大理石拼贴 有花纹 这里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 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入口 我还要再走进去 Q 是 A 走进去之后 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空间 比刚刚那个方形空间的面积小 这里也比较矮 四周的墙壁 天花板也都刻满图案 涂上色彩 地板也有拼贴图案 房间中间有一个黄金做的长方形箱子 上面有很繁复的黄金雕刻装饰 没有很大 黄金箱放在一个黑色石头的台子上 石头亮亮的 上面有雕花 黄金箱的前面有一个圆柱 没有很高 比黄金箱还要高一点 也是黑色亮亮石头雕的主子 圆柱的顶端是平的 上面有一只黑猫石雕像 也是同样黑色亮亮石头的雕刻 没有很大 黑猫雕像的眼睛镶着绿色宝石 因此会发出绿色光芒 眉心镶了一颗比较小的红色宝石 黑猫雕像的姿势是坐着的 前脚站立 后脚是坐着的 尾巴往前卷曲到前脚 是一只坐姿很优雅的黑猫 哦 它的脖子上还带着一个雪花石高的颈圈 Q 然后呢 A 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有一个黄金长形的箱子 再往前则是一座黑猫雕像 或站在黄金箱子前面 接着 我做了一个手势 黑猫的眼睛发出亮光 照着黄金箱子 黄金箱子的盖子开始隆起 向两边打开 打开之后 盖子在我前面伸出一条阶梯 让我可以走上箱子 箱子里面也出现另外一条往下的黄金阶梯 这个箱子其实不大 但是我走上去的时候 箱子就会变大 反而我看着它的时候 它的空间其实没有那么大 走上箱子的阶梯之后 箱子的整个空间就会变得很大 走进黄金箱子 我走下箱子里的黄金阶梯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阶梯很长 我不断往下走 Q 引导直接抵达目的地 你到达了吗 A 到了 这里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很多黄金板 一块一块的黄金板 长方形 很大 它们被保存得很好 一片一片堆叠起来 有一个特殊架子 可以把黄金板平放 叠起来放置 让板子与板子之间不会互相摩擦 这些黄金石板记录着各种讯息 是由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将讯息刻在这些黄金石板上面 很大片 Q 你可以阅读这些黄金石板吗 A 我不需要阅读 因为我需要知道的都是透过讯息能量 我们会保存这些黄金石板是为了未来的人类 因为未来的人类无法阅读能量是讯息 所以我们才需要留下这些黄金板讯息 让人类可以看到 阅读得到 这些黄金板有几百万片 每一片上面都记录大量讯息 有图案 文字 记号 符号 其实里面也有能量 刚刚那个黑猫雕像和伊西斯女神有关 这里是由我们第一代祖先伊西斯他们那一个知脉所建造 之后我们各代会在陆续将各种讯息记录成黄金石板保存下来 他们那个邪脉有黑猫形象 跟他有关 Q 你来这里做什么 A 我就是走走看看 到处看一看 看看这里的状况 这个地下空间很大 这里有保护能量 这个地方只有在未来适当时间 透过适当的人 能量到达的人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或挖到这个地方 发现这些东西 这里有保护能量 想要挖到也不是这么容易 Q 然后呢 A 这些黄金石板每一片都比我还高 很大片 比我还高一点点 拨走在这些石板的走道上 这里不会很亮 可是还是看得到 Q 这些黄金石板上记录什么样的知识 A 各种需要被保存的知识都会被记载起来 存放在这里 星象 建筑 医学 心灵 炼金术等各种知识 Q 什么是炼金术 A 我们可以创造 改变物质的结构 让它变成黄金形式供我们使用 不过这部分不是我们这个讯息的重点 所以我不多说 主要是为了创造意识的改变 意识上 能量上的转换 并非要创造黄金 这是为了透过这种能量的转换 帮助打开第三眼的方式 Q 还有呢 A 也有一些农业的知识 基因改造的知识 各种知识 或者是有关人体修炼的知识 例如瞬间移动 灵魂出体的练习方式 类似这样的 Q 你们半人半神也是透过这些方法练习吗 A 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这种练习方式 我们是天生就会 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跟你们现代人类不一样 吸音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生下来就带有这样的能力 就像你们现代人类生下来之后 眼睛可以看 嘴巴可以说话 这些能力是自然而然就会有的 然而 当这些能力一旦被关闭 还是可以透过某种练习方式 还回复这些能量 所以我们留下来的是如何回复这些能力的方法 Q 你刚刚说的基因改造知识是指什么 A 我们祖先来到地球不是就是在做人类的 基因改造的工作吗 我们就是把这些讯息都留下来 Q 好的 然后呢 A 这里分成很多空间 保存各式各样的物品 留给后代人类了解一些事情的物品或样本 不是只有黄金石板而已 还有其他东西 我沿着黄金石板的储藏空间去看一看 接着到达另外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有一个绿松石雕刻的圣甲虫石雕像 被放置在一个石柱上面 不是很高的石柱 在房间的正中央 这里没有很大 四面墙壁各有一个开口 通往不同的地方 墙壁有青金石的装饰 还有各种石头的拼贴的花样布满这里的墙壁 地板和天花板 我从其中一个开口进来 往右进入圣甲虫右边的开口 兴趣之后来到一个通道 通道没有很长 走一下之后来到通道 两边都是很大空间的房间 这里不会很亮 但是我还是看得到 这里面的空间很大 里面也储存了一些东 这里的空间超级大的 到达走廊底端之后 有一个入口 那里有一个往下的阶梯 我开始往下走 这个阶梯没有很长 走一下就到达另外一处长方形的室内空间 还蛮宽敞 高大的 这个空间不是密闭式 还有通往其他地方的开口 中间有一些圆柱矗立在这处空间 Q 然后呢 这里有什么东西吗 这里有一些仪器 仪器的材质不是我现在在地球上见过的 这些仪器是我的祖先从天狼星带过来的 所以仪器有些还蛮大的 它们是合金 石头的材质 还有一些是水晶材质 细节我也无法跟你多说 因为我们现在也用不到 这些仪器只是保存在这里而已 这些仪器你们现代人看到 可能会以为是装饰品或艺术品 或者认为是一些不知名的雕刻 可能融合了合金 电石 水晶的材质 这个房间都是储存这些仪器 Q 那些仪器是做什么用的 A 是测试与检验的仪器 Q 然后呢 A 我继续往前走 离开这个空间 来到下一个空间 这里比较小 没有刚刚那里那么大 这里是比较四方形的空间 相互连接的有好几个这样的四方形空间 有好几个 我现在来到其中一个 Q 这里储存了什么样的东西 A 储存各个不同时期基因实验的人类身体样本 是成年人类的形体 但是这些身体从没有灵魂进驻过 只是提供我的祖先做基因融合与改造的时候所使用 从来没有任何灵魂进驻 他们都是用一个一个透明圆柱形容器装起来 里面有透明的容易可以保存这些样本 这里有好几个房间 存放不同实验阶段的人类身体样本 有男性 女性 各种不同的身高 有些比较高 有些比较矮 有些融合我们祖先的基因比较多 有些融合人类的基因比较多 这里储存各种不同时期的版本 但是这些身体样本从来没有任何灵魂进驻过 因为没有灵魂进驻过 所以简单保存在一种特殊的容易里面 它们不会腐烂 有好几个房间 那些身体都是直立地放置在透明容器里面 眼睛闭起来 就像是睡着一样 Q 有多少这样的身体样本 A 储存在好几个房间 很多 但是有多少个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Q 为什么你们要将基因改造的知识保存下来 A 留下我们改造人类的知识 让后世人类了解这段时期 我们是如何改造人类的身体 是一段有关人类的历史 必须让后世人类理解 所以这些知识我们要保存下来 Q 你们现在还有在做基因改造的试验吗 A 那是我们祖先会做的事情 我们之后是透过通婚融合 并没有在实验室里面做基因融合的试验了 而是透过男女的结合所生下的宝宝促成基因融合 不会再透过实验室了 Q 可以说说那些容器里面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外形吗 A 我现在看到其中一个透明圆柱里面的身体样本展得像阿凡达 就是你们那个电影阿凡达的样子 可是他没有尾巴 夜市很高大 比你们现代人类高大 比我还高大 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男性身体 蓝色皮肤 体型很高大 健壮 健美 有半长的黑发 耳朵有点尖 脖头比较宽阔 不过这个不是第一代实验的人种样貌 这已经是好几代之后的其中一种 Q 为什么要创造出像是阿凡达的人类外形 A 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随着地球能量的变化 有些体型 量貌的人体会越来越无法适应地球环境与能量的变化 本来跟我们的祖先比较类似 然而为了适应当时地球能量的发展状态 所以会不断随着这些转变而改变 Q 这些身体有穿衣服吗 A 没有 为什么要穿衣服 身体又不羞耻 为什么要遮起来 Q 除了男性 女性 还有其他的性别吗 A 有一个时期 人类可以选择成年之后 或是某个年龄之后 再来决定自己的性别 但是因为后来地球能量的转变 这样的身体无法做持续性的延续 基因无法稳定一代传过一代 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发展了 Q 还有其他的样貌吗 A 我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里的身体样本没有刚刚的那么高大 他们的皮肤比较偏棕色 比较浅棕色 他们的展相很温和 形体比较圆润 不过还是很健康 羡美的样子 这些人差不多跟我一样高 拥有各种不一样颜色的头发 有桃红色 绿色 紫色 还有一种比较金属的红色 这些算是比较实验性质的身体 我不清楚为什么要有不一样的头发 有些头发很卷 有些很直 有些很粗 有些比较细 法质都不一样 这里的身体样本的展相已经比较偏向人类了 也是有男性 女性 Q 这些样本有很不像人类的吗 A 我们的祖先其实已经很像人类了 我们还是偏向人形 如果我们不像人类 不是类人形的外星种族 我们是无法进入地球来做基因改造实验的 我们的祖先当时虽然在实验室里做基因融合的实验 但是事实上这些不会有灵魂来进驻 真正到能够让灵魂进驻 可以自然产生后代延续下去 还是得以自然男女结合的方式来产生后代 这样基因才能巩固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血液的延续 这当中涉及基因融合与转变的技术 所以我无法现在跟你多说 这种技术除了物理性 化学性之外 还必须加入心灵性 跨维度的科技 再加上这个身体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无法多说 真正融合 真正产生基因融合而让灵魂可以进驻的人类身体 还是会透过男女结合所生下来 而我们现在在这里保存的 都是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身体 这些从来没有灵魂进驻过 他们也从来没有活过 这些只是身体的样本 因为这样培养出来之后 我们会透过当时祖先的心灵科技 改变那时候的人类 让他们透过男女结合生下的宝宝 去改变他们的基因 那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某一种技术 细节我现在无法多说 不过这些内容都已经记录在黄金石板上面了 Q 还有妈 A 改造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实验 但是那些实验品 譬如说可以在水里游的 或者有翅膀的 最后这些并没有真的运用在当时人类后代繁衍上面 只是做实验 所以我会在有些房间看到的人体样本有些有羽毛翅膀 推有类似蝙蝠翅膀或者像老鹰翅膀 或者也有看到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的身体外观 不是人鱼 它还是拥有双脚 只是说它可以做某种转变时 在水里可以自由活动 不过 这些只是在实验阶段 还不涉及灵魂的进驻 Q 这种身体曾经存活在地球上吗? A 在我之前的时代 曾经有人可以拥有翅膀 这样的人种存在过 然而 因为地球的能量越来越沉重 之后生出来的人类就算拥有这样的基因 也无法因此生出真正的翅膀 这些人都是比较是偏向老鹰 鸟类的翅膀 Q 为什么 可以多说一点吗? A 好像也曾经有像蜻蜓 蝴蝶一样的翅膀 但是那些翅膀不是很好用 所以最后发现羽毛类翅膀比较好用 比较符合人体工学还是什么的 比较能够适应环境 所以运用到人类繁衍上面 还是以羽毛类翅膀为主 然而 当时那种人在平常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他的身体有翅膀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才会展开翅膀 你也可以说这些人就是半人半神 Q 可以多说一些在水里游的身体外形吗? A 脚趾头有扑 耳朵有点像鱼鳃的样子 有两只脚 我看到的是男性 主要还是人类的外貌 Q 有下半身是鱼的身体吗? A 没有 我们不做这样的实验 而你说的那是另外一种族群 那就不是我现在要传达的讯息了 我无法回答 Q 还有吗? A 这个发展时期很长 有各种融合程度 当中有做一些调整与变化 整体上还是人形形状 不过会做一些细部调整与变化 看看是否足以适应地球能量的转变 所以各个时间的人体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如果实验发现不适合的 也不会放弃人体 有时候 实验结果发现适合地球环境 就会将这种基因注入人类身体里面 透过自然生产的过程将这些基因进入下一代的身体 反后得以代代相传 有时候 注入人类身体了 但是因为不适合地球环境 也会将某些基因抽出来 Q 是 A 这些人体会越来越趋向人类 但是是一个平衡 健美 美丽的人类形体 越来越偏向人类 因为要适应地球环境以及地球能量的转变 所以 必须让这些人体能够适应地球未来能量上的变化 因此会越来越趋向人类的外形 形体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小 然后就会越来越趋向我现在这个时候的埃及人种 Q 然后呢 A 大概就是如此 有几间房间是在储存没有灵魂曾经进住过的人类身体样本 那些样本都是成年人的模样 我们储存的都是成年后的身体 因为成年之后才可以发展最多的活动 我们储存的这些样本都是没有灵魂进住过 也不是经过母体所生 Q 你们现在还会进行基因改造的实验吗 A 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已经不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类身体的基因改造实验了 我们现在都是透过自然的男女交合而生出下一代来进行基因融合的过程 这里是当已经不从事这样的基因实验之后 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些仪器以及留下来的人类身体样本移到这个地方保存起来 作为历史的见证Q 这里还有储存其他种类的东西吗 A 这里也保存各时期我们这个地区的植物种子 我们会做处理 让这些种子保持新鲜度 这段期间 我们也会进行植物改良 目前还有祭司负责这种工作 因此这些改良过后的植物种子以及原生种子 我们都会陆续保存下来 储存在这个地方 Q 还有妈 A 有些房间进去是空的 可是里面不是空的 它储存的是讯息能量 各式各样需要被保存下来的讯息能量 有些包含黄金石板的知识 但是还要更广大 未来读得懂这些讯息能量的人就会发现 还有一些黄金制品 器物也储存在不同的房间 那些物品也跟知识有关 Q 这里是在哪里 A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上面是一座黑色火山 高高尖尖的火山 里面有熔岩 这个地方被熔岩覆盖 我们的技术可以让这里不被熔岩影响 而被保护起来 这里也不会因为火山的任何变动而被破坏 这里是运用一种空间措置的技术所创造的地方 不理上 这处空间位于火山之下 但是又不会受到火山变动的影响 因此 如果科技或心灵层面不够高的都无法找到或进入这个地方 Q 是的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告诉我的妈 A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绝对不会做人类和动物的基因融合实验 这点被绝对严格禁止 而我们的祖先或我们这些半人半神 我们可以变身 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能量与特质 以及天狼星祖先的遗传基因所形成的跨维度的身体转变 我们绝对没有做任何有关动物与人类交杂的基因实验 这个是绝对严格禁止的 从我们祖先来到地球所做的基因实验 就是以我们祖先自己本身的基因 与当地的地球人所做的基因融合实验 所以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绝对没有做任何跨物种的基因融合实验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不过 一刚开始的基因融合实验都是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才注入人类身体 并没有任何通婚的情况发生 因为当时的体型相差太多了 到了后来的阶段 我们越来越接近人类 才会有互相通婚融合的方式来促成基因转变 然后一直融合下来 Q 为什么严格禁止跨物种的基因实验 A 基因会混乱 可能会造成身体上例如电流或能量的阻流 会产生阻碍 可能导致进入这个身体的灵魂无法开展心灵 反而因此而发狂 或者迷失自己 这种实验对于灵魂的体验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那是一个失灵的身体载具 这样很危险 可能会让一些迷失的灵魂进入到这些失灵的身体 而造成痛苦 反而有时候灵魂并不需要经历这种体验 Q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这样的实验没有好处 是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吗 A 你们人类的亚特兰提斯时期就是在做这样跨物种的基因实验 才会导致后来地球一连串的破坏与沉沦 让人类整个集体意识下降 在亚特兰提斯之后 地球产生很大的转变 在那个文明毁灭之后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我的祖先才获准进入地球改善人类的身体载具 Q 你们祖先来到地球的时候 当时的人类展什么样子 A 我不能多说 这个部分不是我这次要传达的讯息重点 Q 然后呢 你还有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吗 现在走到哪里 A 我走到一个圆拱门的前面 门上涂着深绿色 孔雀绿的颜色 推开门 吸入一个黑色石头的空间 不会很大 当我站进去这个空间之后 石头地板会开始往下伸 往下 一直往下 这是一个输送装置 将我往下带到更地底的地方 往下移动一段时间才停下来 然后我打开绿色拱门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储藏室 但是没有刚刚那里来的大Q 你看到什么 这里储藏了什么东西 A 这里有两个台子 台子上面各躺着一个很大的 我们祖先的遗体 他们没有腐烂 现在也没有灵魂在里面 他们被保存在这里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他们都穿着白色袍子 没有穿鞋 身上有一些黄金装饰品 他们很大Q 他们有多大 A 比我高大Q 他们的高度大概是你的几倍 A 三倍 很高 他们都是躺着 眼睛闭起来 看起来栩栩如生 像活着一样 只是眼睛闭起来在睡觉而已 但是没有呼吸 Q 他们的展相是怎么样 A 人的样子 他们不是人类 不过是人的样子 蓝色皮肤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就是我们第一代祖先下来时的样子 他们是人的样子 但不是人类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变形的样子 所以是人的样子 他们里面没有灵魂 只是身体 没有腐化 就像只是闭起眼睛睡着一样 Q 为什么你的第一代祖先是你的三倍高 为什么你们的体型越来越小 A 因为我们跟人类融合了 我现在是半人半神的基因 我拥有人类的基因 所以我的体型比较小了 Q 然后呢 A 这两个祖先的身体 是为了让后世有一天 可以见证我们曾经的存在 而不是把我们的存在当成一个神话 传说而已 然而 何时人类可以发现 或者会不会有一天被发现 就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了 但是 保存这两个祖先的身体在这里 是为了见证我们真实存在过 所以将他们保存在这里 Q 他们有头发吗 什么颜色 A 有 黑色 Q 他们穿的服装样式可以多形容一些吗 A 他们的白色长袍不会毁损 腐烂的材质 是从天狼星带来的 不会随着时间呈现物理性的衰败 跟我们现在穿的亚麻袍子很类似 但不是地球上的 而是当时他们从天狼星带下来的 Q 他们身上的黄金首饰的图案 量式 A 很软的金子材质 几何或流线型的样式 Q 视频上没有埃及式的眼镜蛇 或其他的动物图腾吗 A 没有 后来的动物样式视频与来到地球之后 我们的能量和想要展现的形式有关 比较和后来我们半人半神的发展有关 Q 这两个祖先的身体在这里不会被其他灵魂进入吗 A 不会 因为这样的身体必须很高等的灵魂才能进驻 一般低等灵魂无法驾驭这样的身体 因为这是跨维度的身体 不是你们这个三维空间这个层面的灵魂可以驾驭的 Q 这两个祖先的身体如果变形会变成什么样子 A 我们会变形主要是和灵魂有关 比较是跟灵魂展现的特质有关 Q 何时人类会发现这里 A 智慧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需要人类心灵到达很高的层面 目前人类的心灵程度还不行 你们现在这时候应该不会有人可以发现或到达这里 Q 好的 这里还有什么重要的讯息吗 A 我好像要来看一下这里的状况 看看这里的东西有没有被保存好 我会定期来查看 这是我的工作 Q 还有呢 A 这个空间也有一些讯息能量留在这里 我好像要把这些讯息能量读出来 乳 乳就是三点水一个女的乳 我用这个身体可以知道的文字翻译出来 讯息是 如印之生命本为生生不息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没有真正的死亡 也没有绝对的终点 人类的身体只是一个载具 不是人类的生命终极真相 不要执着依恋在你的身体 这不是你的生命真相 身体只是一个提供你在这个地区 这个维度体验与展现你自己的一个工具 并非你的生命真相 因此 这个宇宙有各式各样的身体提供生命进入 体验不同的生活经历 在各个地区 各个星球 各个维度空间 宇宙 不是宇宙 是整体 整体提供各种不同的载具 供你们进入体验那个空间与时间的经历 我们留下这两句身体载具作为见证 放入了解生命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与形态 身体只是一个提供体验这个维度世界的载具 从了解这个真相就是开启你们回家的第一步 打开你们回家的那扇门 连接你们真实生命本源的开端 透过理解身体只是一个提供体验这个地区的载具 祝福每一个来到此地游历的灵魂兄弟姐妹们 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认出彼此 在我们启程的地方再度相遇 届时 我们将共同庆祝这一趟伟大的旅程 庆祝整体生命在这一次伟大的实验当中 又再一次体验生命的无限与美妙 祝福各位发现自己的生命真相 开启自己通往真实智慧道路的第一步 祝福各位 大概就是如此 我把这些能量讯息转移出来 这个部分Q这些讯息能量是谁留下来的 A我的第一代祖先Q还有妈A没有了 重点就是这样 此一部分催眠的S4问答 Q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一幕 SC最主要后面的讯息要出来 这是重要的讯息 必须让这些讯息出来 Q当时的基因实验 有双性或其他性别的人类身体吗 SC 有 当一个人类族群的心灵都是平衡的 心灵层面都很高 是一个和谐 祥和 充满爱 而且是高等灵性智慧的群体的时候 男性 女性 双性或无性的身体 存在于这样的社会当中 可以提供想要体验不同人类身体形式的灵魂得到最大程度的体验 而不会产生任何歧视 不解与排斥 所以 当时不是只有单纯的男性 女性的身体 也同样有双性 无性的身体存在 单看个别灵魂想要体验什么样的人生 而决定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体 或者决定这个身体是哪一种性别 这是在一个心灵程度很高 绝对祥和 有智慧 知道互相尊重的平衡的人类社会的族群 才能够让想要体验不同性别的灵魂得到最圆满的人生体验 在当时 透过教育与知识的传播 那个时代的人类可以理解 不同性别是正常的 而且是每个灵魂的选择 在当时 这件事情并不特殊 也不是缺陷 生病或会被人歧视 认为是不对的状况 而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后来 地球经历很大的变化 人类身体也产生很大的变化 很多知识丧失 或者被刻意扭曲 人类被封闭在一个很僵固的观念里面 所以 之后的人类对于双性 无性的身体认为是不对 不好或生病的偏见 这是因为人类的观念被扭曲 知识被刻意消除 以至于现代人类对于性别还有很大的误解 反而在当时 不同的性别对他们而言 并没有任何歧视与偏见 而是以平等 健康 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 而这个身体在刚刚催眠过程中 因为受限于此是人类意识上社会观念的限制 因此他刚刚虽然也有看到不同性别的身体样本 可是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Q 他们当时的人类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性别 S C 是的 在他们当时的社会当中 心灵是平衡的 不同性别的人都会受到尊重 也存在这样的人 单看个别灵魂的选择 他会选择进入各种性别的身体 进行他想要的体验 这只是一种灵魂的选择 Q 黑猫的化形在他们埃及那个时候代表什么样的特质 S C 他们也是某个之脉 他们比较属于女性 阴性能量 跟心灵调整 提升与疗愈 音乐方面那部分比较有关 Q 能够变身狗头之脉的天赋是什么 S C 灵魂出体 跨维度 跨次元的旅行 Q 那个储藏黄金石板和人类身体样本的地方 何时会被挖出来 S C 不在这个时代 这时的人类科技还没有办法 Q 他们当时第一代祖先有多高 S C 这部分对于你们的心灵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不多说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去计算就会知道了 Q 还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S C 做得很好 继续 加油 保持你的好奇心 第八部分 节路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